上集说到我投资了数千万资金给哈利克搞研发 结果他却带着核心技术投靠了加德公司 在南都加德机械厂的门口 哈利克以及他的团队都十分兴奋 看看人家这机械厂的发展 以前我一直以为梦莹机械厂就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我觉得梦莹机械厂真的是啥也不是 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还得感谢哈利克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见识到这么多好东西 哈利克却表情冷淡地说道 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尝试 也不是为了享受生活 我是来这里实现梦想的 你们既然跟着我来了 那就放下你们浮躁的心 只有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到时候自然有你们享受的资本 众人都纷纷点头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现在的机会这么好 比刘大壮那里强上一万倍 在那里我们还得严格听他的话 就好像什么都是他说的算一样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资本家的嘴脸 正说话的时候 机械厂的厂长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他面色冷然 直接了当地说道 哈利克先生 我才收到总部的通知 经过高层的分析以及市场研究 觉得农业机器的市场 现在还并不成熟 投入的研发费 很难快速地收回成本 所以我们不能给你提供研发资金 哈利克瞬间就是一惊 可是你们的素师莫说的 一定会给我提供资金的 你们现在说不提供 厂长很不屑地冷笑道 说说而已 你还当真了 只能怪你自己傻 那么容易相信别人 对了 工厂从现在开始 也就不招待你们了 我建议你们 还是到处的去玩玩吧 像你们这样的土包子 也没见过啥市面 就当是来这里旅游的吧 扔下句话 厂长便鄙视地瞪了哈利克一眼 冷笑着离开 而众人全都把惊恶与难受的目光 看向了哈利克 此时的哈利克 感觉心魂都被抽离躯体一般 整个人都猛了 同时 会是孟宁公司 我正在会见 帝都路桥设计院的宋学农 宋学农是个特别务实的中年人 在路桥设计院 有着多年的公路设计经验 很多方面跟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 宋老师 我要修建的是一条200公里的高速公路 就是不知道 宋老师这边有啥要求没有 宋学农很是沉稳拿出一张清单说道 游总 首先就是资金的问题 200公里的高速公路 建造的资金包括高价桥 隧道 建筑原料工人费用等等 全部加在一起 每公里最少需要400万元 那么200公里就是8个亿 算上所有的费用 可能达到8.5亿 而且需要至少几年的时间才能建造好 所以我们的要求是 不能追赶工期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接受的 反正我也不赶时间 这些要求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能把这条高速给我设计好 测量好 建造好 钱跟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稍后我会教人写一份合作协议 签署之后 咱们的合作正式开始 一旁的彭敏杨觉得 我好像决定的特别草率 还是没有忍住的提醒到 刘总 您真的不需要再考虑考虑吗 这可是十几亿的投资项目啊 老实说 这十几亿的概念都让我感觉到害怕 我哈哈一笑 洒脱的说道 我都不怕你怕啥 我考虑的已经很清楚了 这条高速公路一定要修建 有人抢着给我拿钱的 送走俩人之后 我刚回到办公室电话随机响起 刘总你好 我是硬家德 你好 你能给我打电话 还真的让我有点吃惊啊 为了表达我们与刘总的合作诚意 也为了感谢刘总 能够给我们优惠的煤炭价格 我已经把哈利克的研发团队赶出公司 并且狠狠地教训了素施默 这种挖人的行为很是不耻 也影响你我的合作诚意 一定得及时阻止 我的心里感觉特别的可笑 也很肯定英加德的智商 其实这都是正常的商业竞争 只是我在哈利克的身上 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有点得不偿失 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英总的好意 也希望我们未来的合作 能够更加的全面 我也非常期待我们的合作 我想那一定是一番新的天地 通话之后 我只是不屑地冷笑一声 他英加德已经知道 我在给他布局 还义无反顾地入局 难道他真的以为他能破局 还能获得利益 此时 身在南方的哈利克 带着团队十几个人 沉默地坐在公园里 现在的哈利克特别后悔 为了追求自己所谓的梦想 清醒了素世默的沉默 弄到现在 他只能是坐在这陌生的城市里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加德公司不用我们 刘大壮也不可能用我们了 以后我们去哪儿吃饭 这些话就好像一根接着一根的针一样 插进哈利克的心里 他对未来也是一天茫然 何去何从心里 根本没有任何的着落 你们是跟着我来到南方的 现在这样 我也很愧对你们 我准备去地都发展了 你们都回去会是吧 毕竟是我对不起的刘大壮 他也不会为难你们的 等我在帝都落了脚 有了好的发展 我会给你们写信 咱们在一起地搞研发 这里是我给你们的路费 大家就此别过吧 说吧 哈利克把500块钱放在长椅上 打起自己的东西 便投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园 众人也是面面相取 心情极其地复杂 转眼到了傍晚 打扮的又是性感 又是隆重的周淑敏 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这才想起 今天是周淑敏的生日 忙得我连个礼物都没有买 这样吧 我请你们吃饭 咱找个好点的饭店 把姊妹几个都叫上 咱好好地吃一顿 周淑敏眼底闪过一丝不信 随即笑道 我给他们打过电话了 他们都说很忙 没空来参加 饭咱也别吃了 咱们随便买点吃的喝的 你陪我去个地方吧 我的心里着实地有些抗拒 但是看在周淑敏今天生日的份上 也还是点头同意了 可接着周淑敏便带我来到了他的卧室 他眼角挑着五妹 温柔如水地说道 你忙了一天也累了吧 来躺床上 我给你按摩按摩 这是绝对不行的 我可不是随便上人家床的人 于是我言辞利色地说道 你别这样 否则我现在就走 周淑敏好不容易等到的机会 怎么能轻易地放弃 他很是坚定地说道 你要走 我就死给你看 说话时 我见周淑敏的手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把菜刀 直接抵在了脖子之上 从他那依然不动的神情来看 他真的会毫不犹豫地割下去 我只能想着先稳住他的情绪 你别这么冲动 我不会走 你也把那刀子放下 咱俩好好说会话行不行 周淑敏根本就不听这些 他冷冷地威胁道 脱掉你的衣服 到床上去 我很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心平气和地说道 淑敏 我是有妻子孩子的人 并且我不可能做出任何 对不起他们的事 你如此地强求 只能是给我们彼此都造成伤害 你真的想让我们以后 连朋友都没得做吗 周淑敏根本不为所动 反而还大声地说道 我要么就做你的女人 要么就去死 绝对不会做其他的选择 大壮 我爱你 深深地爱着你 我的身材 长相 哪点不如秦孟赢 只有我才配站在你的身边 当你的女人 只有我才能让你有脸面 秦孟赢不过就是个农村女人 她到底哪点比我好 你给我住口啊 我一声爆合 吓得周淑敏都是一惊 而我看准机会 一把握住她拿刀的手 周淑敏使劲地挣扎 锋利的刀刃在我的手臂上 猛地划开了一道口子 周淑敏顿是慌了神 吓得她差点瘫倒在地 我急忙来到医院进行包扎 好在伤得不重 随便包扎一下就好 回到家后 秦孟赢看到我手臂上的绷带 急忙紧张地问道 当家的 你这是怎么了 接着我便把晚上的经过 跟秦孟赢说了一番 秦孟赢越听越是火大 越是愤怒 当家的 你是我的男人 别的女人喜欢你我管不了 但是伤害你肯定不行 我虽然没有啥能耐 但是我得护着我的男人 周淑敏绝对不能继续留在公司 明天我就开除她 这次你别拦着我 我也没有反对 经过了这次 我对周淑敏这个人也是好感全无 继续让他待在身边 还不知道他会搞出什么来 同时 再会是成交 盛股分公司的新办公地点 严香凌面色很是凝重地说道 刘大壮跟英家德达成了合作协议 而且彼此会在未来 签署一系列的合作项目 老爷子现在特别地生气 他认为我们的手段太软弱 根本就没有牵制住刘大壮的发展 反而还促成了他们的合作 老爷子命令我们 就算是不要电影院的项目 也不能让刘大壮跟英家德合作 石永京紧紧地皱着眉头说道 要想阻止他们的合作 只有一个法子 那就是等他们合作的项目确定之后 我们才能找到破坏的机会 现在我们根本插不上手 但严香凌却冷然地笑道 我们可以在某些领域 掐住刘大壮的脖子 迫使他放弃跟家德公司的合作 我外甥在跟他竞争的时候 就用过这招了 但是根本无法打断刘大壮的供应链 无论是棉花 机械制造 刘大壮现在都有完善的供需取道 可严香凌却冷笑一声说道 老实 你现在就好像是被刘大壮压死了一样 你自己都说刘大壮有机械制造 他还有野炼厂 据我所知 他的所有金属矿石都是从别的地方购买的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些金属矿给垄断 这不就是刘大壮的脖子吗 石永京猛然舒展了眉头 斜笑着点头道 好主意 明天我就去跟那些金属矿沟通沟通 不仅是金属矿 我还知道刘大壮现在正叫人购买一些化学原料 而整个省中最大的化工厂是属于我们圣谷集团的 他也别想从我们的化工厂手里 拿走一颗的化学原料 转眼来到第二篇 秦梦莹带着几个安保气势十足地走进办公室 邹淑敏才抬头 秦梦莹便冷冷地瞪着他那可恶的脸 厌恶地说道 邹淑敏 你已经被公司开除 现在拿上你自己的东西 立刻离开公司 被开除了 这话让邹淑敏心里一阵的惊恶 如果依着我 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轻松地离开 我再替刘总跟你说句话 你们什么磕头败把子的感情 从今以后不会再有 我也不准你再接近刘总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安保 看着他离开 被逼无奈下邹淑敏只能是离开了公司 但是他是不可能放弃的 就好像他在工厂的门口 心里阴沉而又憎恨 餐馆里 我正在和孟月灵等人吃饭 萧文对着我说道 大壮 室内外装修的生意市场特别的大 现在我都接到了很多的活 但是要想掌握最新的装修技术 我准备这几天去赐南方 看看人家的装修技术 取取经 去看看可以 毕竟南方那边的商业发展 比这边要先进得多 去好好地学学 以后也有好处 汤静言便看向了始终话不多的孟月灵 便问道 月灵 我感觉你好像很压抑啊 是不是有啥困难 孟月灵勉强地挤出丝丝的微笑 跟着说道 说我压抑 还不如说压力大 管理部总裁的职位是真的不好做 到处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累是累点 但是生活也比较充实 也能丰富我的资历 睡上一觉也就好了 姐也是为了我才扛这么大的压力 好在家的公司那边 现在还比较安静 你也可以轻松轻松啊 别管工作多累 得注意身体 虽然只是几句心声的安慰 但是孟月灵心里特别的温暖 等我回到公司 秦梦莹就跟我说 已经把邹淑敏给辞退 以后也永远都不可能让她再回公司 对此 我也只是无奈地笑了笑 说道 只要我媳妇开心就行 公司除了我 就是你这个财务总监的权力最大 你看谁不爽 直接辞退就好 以后不需要跟我说 秦梦莹明嘴笑 真的 我想辞退谁都能辞退谁 那你的公司可留不下几个人了 那有啥呀 了不起从头开始呗 就在这时电话忽然响起 是野炼厂的经理连启阳打来的 刘总出大事了 一直跟我们合作的矿石公司 忽然不再给我们提供矿石 现在野炼厂这块 已经是没有矿石可用 我给那边的公司打电话 他们说话很难听 说是卖给谁 也不会卖给我们 上集说到石永金掐断我的矿石能源 导致我的野炼厂无法生产 我仅一招让它亏损上千万 刘总 大事不好了 一直跟我们合作的矿石公司 忽然不再给我们提供矿石 现在野炼厂这块 已经是没有矿石可用 我给那边的公司打电话 他们说话很难听 说是卖给谁 也不会卖给我们 这肯定又是圣谷集团在背后搞鬼 矿石销售公司跟很多金属矿合作 他们在把金属矿石转手 卖给各地的野炼厂 他们要是限制某些野炼厂的矿石供给 还真的是比较头疼 行 我知道了 矿石很快就会送到 生产还要继续 电话挂断之后 我就把西小蕾叫到了办公室 你去把所有矿山 在管理部注册的资料找来 我有用处 行 我现在就去问问我的同学 他在资源管理部工作 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 到了傍晚时分 西小蕾就把资料拿了 这些是咱们省内 所有已注册矿山的资料 我圈出的那些 都跟矿石销售公司有合作 我微微地点头 资料特别的全面 看过之后 我随即把资料 放在西小蕾的面前 冷然地说道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家矿石销售公司 可能已经被圣谷集团 给买下来了 他们根本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卡咱们的脖子 那这样也好 我也让他们尝尝 被掐脖子的滋味 你现在把资料拿给客服 给跟矿石销售公司 合作的矿山打电话 告诉他们 我们以正常收购价的五倍 来收购矿石 五倍 西小蕾惊讶地看住 刘总 五倍的价格 我们都能去别的省购买矿石了呀 你这不是在烧钱吗 你还真的以为我 会出五倍的价格购买呀 我是在给盛谷集团出价而已 现在你就去给他们打电话吧 记住 一定要让他们以为 我们很着急 而且还是大批的购买 去吧 同时 盛谷集团分公司的会议室 严香凌十分高兴地说道 老师 这次你做得特别的好 我都很吃惊 你能这么快 就把销售公司给收购了 石永金却很是得意地说道 我这个人要想做什么 就一定要做的 其实这个矿石销售公司 本身也就是个整合资源 统一销售的矿价公司而已 那些开发矿山的 把资源卖给他们 他们在利用供货渠道 赚取中间的差价 这样两边都能轻松地得到利益 我给他们一百万的收购价 还得是老实你出面 这也是我为啥愿意跟你合作的原因 那么下一步 咱们就要开始掐刘大壮的脖子了 你说得很对 现在我操控着刘大壮野炼厂 所有的矿石渠道 他不想看我的脸色都不行 今天我先切断他的矿石供给 明天他必然会给我打电话 求我卖矿石给他 到时候我就以五倍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他 他买也得买 不买也得买 严香凌乐的是全身乱产 如此一来 他们也可以要求我取消 跟价格公司的合作 老爷子那边也有了交代 转眼到了第二天上午 石永金已经做好 等待我给他打电话的准备 然而电话里传来的 却不是我的声音 而是矿石销售公司的经理打来的 石老板 就在我给你打电话之前 跟我们合作的矿商开发商 纷纷打来电话 他们要求我们 把收购矿石的价格抬高五倍 否则他们就要撕毁合同 然后直接把矿石 卖给梦莹集团公司 石永金跟严香凌的脸色 顿时一阵扭曲 感觉好像被架在火上烧烤一样 从脚底板到脑门都是一阵火气 石永金更是恶狠狠地说道 这个该死的裁缝 他怎么敢如此的可恶 经理跟着说道 那些矿山的老板说了 梦莹集团非常着急 要收购矿石 就问问咱们 给不给那个价格 以我来看 五倍的价格 他们就是支付违约金 还有的赚 石永金要疯 可言香凌还是比较冷静 他在一旁轻声地说道 你先冷静点 现在我们还不被动 你没听那个经理说吗 刘大壮现在特别着急需要矿石 所以他想绕过我们 高价买矿石 好在我们现在手里 有合同限制那些矿山老板 不如我们用五倍价格收购 到时候依然可以加价卖给他刘大壮 这虽然说得过去 但是五倍价格购买矿石 那可是一笔很大的投资 现在矿石销售公司 每天的收购额就有70万 五倍的话 那就是350万 这对他的资金是特别大的压力 可他不收购的话 那他100万收购的矿石公司 就等于是打水漂了 万般无奈之下 施永金只能是同意收购 并且立刻叫人把资金送去 而我这边得到消息后 却只是点了点头 对西小蕾笑道 好啊 那让他收购好了 咱不买了 西小蕾更加的糊涂了 忍不住问道 刘总 你这到底是怎么想的 难道你是故意抬高价格 可是这对咱们没啥好处啊 你以为那个什么销售公司 只卖给我们一家野链厂 有很多家野链厂都会购买矿石 它施永金五倍价格收 就得六倍价格卖 你想想谁能接受这个价格 不用我们搞 自然就有人搞他施永金 咱们看热闹就好了 西小蕾是彻底的明白了 这一次 那是永金肯定会被气得干疼 就在这时 上加秀走进办公室 轻声说道 刘总 有两个外国人想见你 其中一个是布鲁克 你要不要见他们 我倒想看看这位布鲁克 带谁来见我 会客室里 布鲁克对我非常恭敬地介绍道 刘大壮先生你好 我非常荣幸地向您介绍 这位就是我们 经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板 维克多先生 你好 刘大壮先生 虽然这次的道来很冒昧 但是能够跟你面对面地 畅谈现在的世界 贸易与金融的发展 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希望的 在这之前 我们一直有过很默契的合作 只是我们的合作 却被某些人试图破坏 但我始终觉得 我们的合作 基石还是稳固的 我知道维克多说的 肯定是凯瑟林 同时我也知道 维克多害怕失去 我这棵摇钱树 所以才不惜 飘扬过海地来回事见我 一直都在合作吗 我的商品也一直在对你们出口 反倒是 你们没有跟我合作的诚意 搞了个什么出口公司联盟 切断了很多出口 给我们的商品 我看这才是撼动 我们合作基石的举动吧 维克多脸色有些无奈 也有些哭笑 刘大壮先生 那并不是我所愿 你知道跟庞大的黑金资本组织比起来 我甚至连决定自己 如何发展的能力都没有 而凯瑟林来到这里 也并不是我的意思 凯瑟林是国际资本家 迈克尔的人 他们一直都在用资本 收割全世界的财富 发展一个接着一个的殖民地 据我所知 他们也想让你成为 他们收割财富的工具 而我才是站在你这边的人 追求的是我们彼此的利益 接着维克多拿出一个文件带 递给了我 作为利益交换 而我送给你的礼物 这就是你现在最需要的 难道你不想打开看看吗 我倒也没有客气 随手打开了文件带 当我看到里面的那套厚厚的文件 以及图纸时 心里也是骤然一惊 刘大壮先生 这里的资料还有图纸 包括整个半导体 以及电子器的生产技术 而且是目前世界上 最先进的技术 你一定很喜欢这份礼物吧 的确非常的喜欢 而且是特别的需要 这些资料一旦在我的电子厂 投入使用 必定会掀起一股电子狂潮 于是我决定这礼物收下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也说说你的要求吧 不过在说之前 你最好要知道 礼物是送的 不是用来交易的 刘大壮先生 这的确不是交易 而是合作 你给我提供最全面的金融消息 得到的利益 我们平均分 以你的能力 加上我的资源 我们会称霸全世界 到时连黑金资本组织 都得看我们的脸色 而且我会给你提供 更多世界先进的技术 让你得到独一无二的快速发展 如此好的条件 你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吗 当然没有理由拒绝 我也没有打算拒绝 这可是送上门的利益 不要白不要 你的提议的确是不错 我实在是想不到 什么理由去拒绝 不过为了感谢你的礼物 我建议你去购买 英国的奈吉尔建筑公司的股票 并且在他超过70%涨幅之后 就可以抛售 此时的维克多 就好像发现了宝藏一般 激动的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更是无比激动地说道 刘大仲先生 我对你的建议深信不疑 并且我会全力地购买这只股票 而且我说到做的 得到的利益 你可以享有一半 那现在我马上动手 去买股票 说吧 他便带着哈里克起身离开 而我也回到办公室 仔细地看那些资料 维克多给我的的确都是干货 有了这些技术 不仅可以生产电子表 还可以生产收音机 以及各种电子产品 同时 圣谷集团分公司这边 销售公司经理 正给石永金打电话 老板因为五倍的 价格收购矿石 那些人也是成倍的 往公司送矿石 你送来的钱 已经是见底了 现在还有很多矿石 等待收购 而且现在 跟我们合作的野链厂 都在骂咱们 有的人还说 要来把公司给砸了 现在场面非常的混乱 石永金的脸 都要歪斜到后脑上了 你是饭桶吗 这都解决不了 你还当什么经理 矿石还要继续的收购 卖给野链厂的价格 也不能变 我不能做赔本的买卖 待会我叫人 继续的给你送资金 电话挂断 石永金气的是咬牙切齿 严香凌却冷然的说道 你冷静点 你混乱 刘大壮那边更加的混乱 他比我们着急 没有矿石 他的野链厂就不能生产 他很快就会跟咱们妥协的 思维混乱的石永金 只能是冷冷的点了点头 等待我跟他妥协 而我这边已经在省外的矿石公司 用稍微高出一点点的价格 订购了大批的矿石 已经发往汇室了 傍晚时分 维克多一个人走在汇室大街上 忽然看到前面有个美女 色迷心智的她 还真的想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找点刺激 于是她主动上前搭讪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愿意跟一位舍得花钱的先生 碰度一夜吗 女人妩媚的一笑 把维克多的魂都勾走一半 我非常愿意 请跟我来吧 刚走两步 维克多已经是极不可耐的 想要动手动脚 可就在这时 女人猛然转身 一分打在了维克多的脸上 女人的劲非常的大 直接把维克多给打得昏倒在地 等维克多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被绑在一个地下室的椅子上 周围站着布鲁克 还有那个袭击她的女人 当她看到布鲁克脸上的冷笑时 愤怒的维克多直接怒骂道 布鲁克 你想干什么 布鲁克呵呵一笑道 很简单 我只想赚更多的钱 相比之下 凯瑟琳能够给我更多 所以在你来到会试的时候 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给了凯瑟琳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才来到这个国家 还未来得及享受这个美好的夜晚 就要死在这里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维克多恶狠狠地咒骂道 你不过就是低等的狗腿子而已 你让凯瑟琳来见我 你不配跟我说话 话音落下 一阵高跟鞋的清脆踢踏声 留远当劲地来到维克多的境界 我亲爱的维克多先生 不管你来这里 想要得到什么 你都让迈克尔先生 以及黑金资本组织很是恼火 留大壮是我发现的财富 而你不过就是个当副而已 现在你想抢走我的财富 只不过是你的美梦罢了 凯瑟琳抬手给了维克多一个重重的嘴巴 跟着便恶狠狠地说道 我在用黑金资本组织的资源来强大自己 而你什么都不是 你甚至连你身边的狗都管不住 还被我利用来反击你 想想你多么的可笑 你说得很对 我是个当副 但也是一个可以杀死你的当副 说吧 海瑟琳转身说道 凌虹 给我解决掉它 话音落下 凌虹直接一刀解决了维克多 海瑟琳接着对布鲁克说道 布鲁克 让凌虹接近刘大壮 他会成为刘大壮最好的保镖 同时也会成为我让刘大壮妥协的秘密武器 布鲁克点头笑的 非常荣幸能够为您服务 明天我就把灵虹介绍给刘大壮 好